这个全身瘫痪,爱化伊兹梅的女人,凭什么一幅画卖出上千万,甚至让墨西哥的纸壁上都印着她的头像。 故直接撞上了路边的建筑,金粉散了满身,弗里达身受重伤,从脊柱到锁骨、肋骨以及盆骨多处断裂,一根金属棒贯穿她的身体,从右侧进入下体四川,整个脚掌粉碎性骨折。 弗里达再次醒来的时候,已经经过了三个星期的治疗,家里的积蓄全部划光,但这个时候,弗里达突然怀孕了,收获之后的她身体虽然恢复,但怀孕依旧充满着巨大的危险。 在一个晚上,迭哥花天酒地回来之后,发现弗里达满身鲜血,他立刻将弗里达送去了医院,遗憾的是,孩子还是没能保住,弗里达悲痛欲绝,看着那个已经重型的男胎,他把失望与悲伤全都画了出来。 迭哥看到这幅话后,气不成声,然而祸不单行,弗里达刚刚恢复,就收到了母亲病重的消息,他匆匆赶回老家,陪着母亲走完了最后一程。 迭哥好不容易才说服总统,同意约翰来墨西哥避难,所以,他想把约翰安置在弗里达父亲家里,让他免遭暗杀,弗里达最终还是答应了,然而迭哥却没想到,自己竟然会引狼入室。 在弗里达和约翰的相处中,他们彼此吸引,互相理解,似乎一切是水到渠成,但不久之后,约翰的妻子就从他们浓烈的眼神中发现了竹丝马迹,约翰被迫搬了出去,弗里达和迭哥又重新在一起了,世上仿佛又重新染上了色彩,但弗里达的脸色却越来越苍白。 到了后期,他只能趴在床上艰难作画,全身疼痛的时候,也只能依靠镇定剂才能平静下来。 迭哥帮他在墨西哥举办了一次画展,弗里达躺在床上,出席自己的画展,但这并不妨碍到场的人对他的欣赏与敬佩,都一无反顾地将自己燃烧殆尽,在火焰中开出最美的花。 如果大家感兴趣,可以去看看原片哦。